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Google Earth到底有哪些版本啊 这个 每个版本都有他自己读到的地方但是呢 我还是强调 最完整的功能就是电脑版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那他有刚刚大家体验的网页版 网页版可以说是简化的 Google Earth 为什么 他其实就是为了要方便 因为其实 Google Earth跟Google地图 各位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有没有同学 要来回答看看 有没有同学 你要去看吗 到底你对Google Earth跟Google 地图 以前 使用的经验上 你觉得他们两个最大差异在哪里 像我们刚刚那个功能 很抱歉Google地图就没有 有没有 我有看到一个福泉 福泉同学 老师直接点名 福泉同学 你要不要分享看看 要不要 阿不然我们犬犬 犬犬好 今年都还没有跟你见到面 好福泉有在 好好好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也可以用打字的如果不方便开麦克风的话 好你要换别人好 阿犬犬呢 嘿 犬犬你方便开麦克风吗 因为你是三个犬有没有 所以全部人都认识你 哈 有没有有没有 哦 好 有位 挺身而出了 哈哈哈 那他说Google Earth 来来我用抓画面的给大家看 你们有的应该也看得到 在那个讯息那边 那我把画面抓过来这里 好他说 Google Earth 较为概观 Map是有细节有标识商家 其实 对啦如果你要以就是 那个 店家的资讯为主 那是Google map那边 就是Google地图 会比较有 那 Google Earth这边的话 那 也可以有 但是 就变成说他 就算有其实没有那么多 就是 我们的所谓的这些 设施啦或者是 一些 比较主要地标来讲 事实上其实我们 讲说Google Earth 他跟 以前Google map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其实 Google Earth 大部分 都是用在研究 比较多啦 所以他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地图的工具 方便大家去用 Google map 当初他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导航啦 为了做这些 就是地图资讯 让大家比较方便 让大家比较方便 一般民众去用的 可是其实 他后来 老实讲 这两个差距越来越小 为什么 有一些Google Earth 好用的功能 他就怎么样移到这边来了 比如说像各位知道的刚刚的3D的功能 虽然我们说Google map的3D功能 没有像Google Earth 那么 方便可以快速的切换任意的角度 可是他也是后来增加了什么 3D的角度 以前都是有2D嘛 对不对 那另外呢 你看到的 Google map这边 我们 后来是不是Google map这边有所谓的接近 对吧 有所谓的接近服务 那后来呢 Google Earth这边也觉得好用喔 所以他就把他移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时候 看起来 怎么这里有那里 后来又有 就是 他会互相这样 就是分享 就是觉得好用功能 就分过去分过来 只是说 以Google地图来讲 他还是 比较偏向在 一般的民众 一般民众的 日常生活上的去使用 所以 他 制定客制化的 这种工具会比较少 那如果我们是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的话 他就 比较偏重在 比如说像我们 想要 刚刚有同学说 那我要客制化自己的地标啦 甚至我要把那个区域画出来 比如说 我们要 这个地方遭到污染了 那我要把这个地区把它标示出来 那么我们Google地图 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他只能插一个那个 图标在那里 这样了解 有同学的 这个 很专业的 分析 他说这个是 Google地图是什么 正社图拼贴起来的 这个我是不知道 他是这样拼起来 但是 就是 他的 角度上 我们可以做比较多 其实Google地图它本来就是 由 卫星 拍照嘛 然后去产生出来的 需要做拼贴 但是因为 拍摄的角度 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在中间这边有做了很多的那个演算 去把它 能够拼贴的比较OK一点 而且还会有什么白天晚上啊 对不对 他不可能说 全部卫星然后大家一起拍嘛 他绝对是 一个区域一个区域 去拍起来的 所以这个中间的拼贴 他的那个资料量真的很大 好 那这个是刚刚先跟大家分享一下Google Earth Google地球 跟所谓的Google map Google地图 主要的差距 那再来我们来 分析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刚刚讲的最完整的就是我们的电脑版 那 Web版 或者是App版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功能 就是说 早期我们刚刚讲他主要是用在研究 对不对 但是 我们的Google Earth 你如果做好的档案 你要把这个研究 比如说我研究 像我们 在中部地区那个 断层 对不对 之前那个 测荣浦断层 921的嘛 那我要把这个研究的成果 我想要跟别人分享 他是用一个 档案叫 KML 或KMZ KMZ 就是打包之后的 那KML 是 就是还没有打包的 他会用这样格式 然后呢这个档案我就 Google Earth做好了 汇出来 然后呢再把这个档案 分享给其他的人 那其他的人再把这个档案汇入到Google Earth里面 这样就达到分享的目的 可是 现在这样的方式比较麻烦 对不对 所以呢他出了这种Web版 你可以直接把 我自己 制定好的 这一个 专案档 我就汇到网页上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是不是只要进到这个 我分享给你的 就好像我们云端硬碟一样 我分享给你的 这个网址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分享成果 你不需要再拿到这个KML 才可以 就是还要打开Google Earth 才能够看 这样 对于 使用者来讲 我要 要看容易 对分享者来讲 我要分享也很容易 我要随时更新 你都可以马上看到最新版本 不用说在跟我拿旧的 就是这些 档案啊 这样 透过Email 或是云端硬碟再共享 不用那么麻烦 所以这个是 当初他 这三个版本 主要的一个 差别 那当然其实 Google Earth 他并不是只有我们讲的 就是 这样的 以地图为主的版本 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调查的 Google Earth Studio 这个 就是专门用来做什么 动画用的 可是这个动画呢 不是像我们刚刚那一种 就是缩时摄影的动画 而是 什么 你看我们常会有 这样 从外太空 冲到地球 对不对 或从哪一个地点 从A地点 我就飞越到B地点 或者是 比如说像这里 假的这是那个 一座高山 我就好像 摄影机这样 环绕一圈 对不对 那这些动画 用我们刚刚那个Google Earth 可不可以做 可以 但是呢 你要做的 比较好看 又要很 顺畅的话 他就比较难 像我们刚刚在转角度 有没有 我们刚刚在转角度 我是用 滑鼠去转 所以其实再怎么转 还是会稍微 不是那么顺 甚至我画的不够圆 但是呢我们在Google Earth这边 他在这一块 就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是 他好处 但是他不能做那个 就是 那个叫什么 缩时摄影的部分 他只能做就是 现有的 好 然后 然后 刚刚有 几位同学有提到几个问题 我来回答一下 在这里 我今天滑鼠好难用 好来 给各位看一下 是否开源的差别 没有 都一样 然后信勋问我说抓画面文字是什么软体 哦 抓画面的文字这个叫Snee paste 这是我部落格上有介绍 底下 你可以找这个关键字 这个 这个我是很推荐的一个 我平常现在都是用这一个 他在这边 正免安装 免安装 所以你下载之后直接执行就可以 但是 呃就是我们今天可能 大概没时间介绍这个 你先知道关键字 然后你去我那边找一找就好了 然后Google Earth可以汇入或汇出 GeoTip 这个应该不行吧 我目前知道的不行 GeoTip是什么格式 是 地理资讯的图档吗 这个我没有看过 这位 Leo 酷 Leo酷 你要 说明一下吗 还是你要开麦克风吗 老师因为 我是问 因为我在 反正我在做一些 呃地表表形分析 Phenotype 然后可能会用到这个档案 我想问说老师有没有听过这样 那没有 这个格式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吗 他这个就是我之前是用在无人机 然后拍一些 影片 拍一些照片 他算是图档 但是他可以包含地理资讯在里面 可能 经纬度 或者是他的一些 那个手机拍照 他所包含的那个 那个GPS资讯 一样 嗯 我不知道 应该不太一样 一般手机拍照也会有 GPS没有做 但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把他已经拼接起来 变成一个震设的一个 震设图的 完整的图档 这样子 那如果你把他单纯 因为Google 20 或像Google 我看一下 Google地图 不行 Google20可以 汇入图档 嗯 嗯 就是他在做那个地图的套叠的时候 嗯 我们可以把图档汇进去 OK 好 那下次可以试看看 所以如果你这个可以变成一般的图档 或者是你 因为他这个格式比较特殊 那你电脑上有可以专门堵的软体 那我可以用抓图的 之类或转档 转成一般图档 我再来 套叠到我们的Google地图上 这样子OK的 嗯 好 谢谢老师 因为 因为像 Google地图 也有人来做什么 古今的那个地图的对比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 如果是用在历史上 有些人会 苏东坡 以前去哪里哪里 但是现在那边 以前的地名现在变成什么 他就从哪里走到哪里 类似像这样子的 他就可以把古地图 套叠到现在的地图上面去 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 这个后面我有一个那个文章 有介绍怎么套叠 那那个部分如果今天没有讲到的话你也可以参考看看 好 所以 大概是像这样 那我们再往后面讲一下 Google 20还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什么 在这边 Google 20 的这个引擎 其实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它比较是 应该是推广的 来我们直接进这里 你直接进这个官网就可以看到 你看点进来 你们平常打Google 20 进来不是在这边 它通常都会直接进 Web版 你要特别去 按那个下载 它才会特别跳这个页面出来 那下载的时候呢 它预设 就是给你看到我们刚开始前面三个 但是它还有其他的版本就在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 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把它按一下 好 这里你就看到了 20 就是我们刚刚讲 专门做动画的 虚拟实践这个比较没问题 那推广计划的话就是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 就是那个什么 比如说它在做雨林保护啊 它教大家怎么去 善用这个Google 就好像你今天来上我们这个课一样 你了解的原来我可以透过地球 做所谓的这个缩时摄影 去记录 我们这个地方的变化 那再搭配你其他东西 这个 地球引擎 它主要 这里 这个部分 它 像这块都是英文的 我印象中它好像是一个API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 就是你需要写程式去做串接的 可是这个我就比较没有在用 我只知道有这样的服务 所以 你可以看到其实 Google地球在这一块啊 看起来 好像很多 可是其实 它的 最初衷其实就是把这些地理的资讯 地图啊 把它发挥的更连离尽致 这样OK 所以 我们这个推广计划它的英文叫outreach 这个 你也可以点进去 刚刚那边啊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那个 比如说一些 被逆性组织啊 环保团体 就 配合他们 去做 这个 推广Google地球的使用 然后呢 去做 环境的维护啊 这里地理资讯的一些 记录这样子 OK 好 这样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